就从今天我们的这些好榜样开始 那下面呢继续进行今天晚上的颁奖 我们掌声有请北大法语系主任 傅雷翻译奖评委会主席 法国骑士勋章获得者董强先生 和香港著名音乐人及多方位创作人 陈少奇先生上台 为我们共同开启年度最具实力男女歌手 有请两位 董家长你好 你好 陈先生 现在当月教授也不容易 一定要长得帅 现在教授还不错 因为有了一个都教授 来自新兴的给我们提高了一些地位 今天为什么能请到你来颁奖呢 没有 我这人特喜欢颁奖 我就喜欢看到人家获奖 为此我还特意成立了一个翻译奖 专门奖励翻译家 因为他们平时没有机会 获奖 我今天很高兴因为第一次跟一个专业的音乐制作人在一起 我很想知道一下 就对您来说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最有实力的男女歌手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条件只有一个 就是唱现场跟原版是没有区别的 唱现场与原版是没有区别的 好像很深奥啊 没有没有 大概你都知道了 好 那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年度的最佳的男女歌手 选秀十年 回归本质 用幸福和充满感悟的嗓音 唱出属于我就是我的感触 清澳会 用点亮未来带来微笑以后最纯粹的音乐感觉 让我们随着地基感进入全新体验的音乐世界 2014星月榜样盛典年度最具实力女歌手张亮颖 在她的音乐里 时尚感与创作演唱一样出色 用全能的舞台表现 斩获全能星战年度总冠军 在她的歌声里 清 飘 灵 听出她每一句歌词的故事 用最纯情的泰歌唱出每个人的动情 我不是歌手 我只是一个用音乐讲述的人 2014星月榜样盛典年度最具实力男歌手 胡彦斌 恭喜张亮颖胡彦斌 恭喜两位 杰亮颖呢在今年不仅推出了她全新的新蝶第七感 另外还在莫特亚国际电影节担任评委 那胡彦斌今年也创立了个人独立工作室泰歌文化工作室 并且发行了第九章的个人专辑泰歌 请两位发表获奖感言 恭喜亮颖 恭喜燕彬 来两位请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言好吗 亮颖你刚才唱得真好 可是我觉得今天因为是史外 我突然感觉秋天到了 然后唱一半一阵风吹过来 然后我就在想下一个是什么动作 就有点忘词了是不是 忘记动作 但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昨天大家也看了这个空气指数了 然后今天星月榜样 我觉得榜样就像是有一个进化的功能 然后让今天我们在史外可以看到星星 我刚刚上台之前我在数天上 今天有几颗星星 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然后我觉得关于榜样 从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出道到现在有一定的时间 然后也是因为看到了很多发光的 具有榜样的作用的人 然后跟这些人的相处 包括今天舞台上的这么多 能够成为榜样的人 我看到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光芒 然后也在不断地希望提升 希望能够做到更好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给予的肯定 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歌手 能够唱更多好听的歌 当然这个要像少奇老师这样优秀的创作人 要多帮我写歌 还有像燕斌 对 谢谢 好 谢谢亮莹 我相信亮莹除了是一位好歌手之外 也是一位好榜样 燕斌 当然很高兴今天拿到这个奖 然后谢谢新乐榜样 年度的最具实力歌手 我觉得因为没有太偶像 所以就只剩实力了 所以我觉得呢 当然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而且我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在做一件自己 非常快乐的事情 认真的做音乐 我相信喜欢听音乐的人 认真做音乐的人 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人 都是最幸福的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谢谢 也希望两位的专辑 第七杆还有泰哥都能够大卖 好不好 再次谢谢两位 也谢谢我们两位 班长嘉宾 谢谢 谢谢 祝贺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掌声有请 爱